來看看川普在國情諮詢的時候 他對著美國參議院說什麼 這是美國向參議院報告 他說什麼 是美國首歌成的 现在我们已经改变了 现在我们已经改变了 但在同时我们可能会有可能的 最好的战略 我们也曾经在中国 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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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尽量 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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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尽量 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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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尽量 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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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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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他讲到怎么样 当然就是叫骂中国 然后还讲 对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他说的是什么 保护美国人的健康 意味着抗击传染病 我们正在与中国协调 密切合作 应对中国的冠状病毒疫情 我的行政当局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 保障我们的公民免受这个威胁 所以他看这个事情 他没有在看中国人的命 他就 我跟中国合作 我是要来保障我美国人 所以华春莹说 到现在为止 全世界这么多国家的人帮助我们 但是没有美国的任何帮助 美国连一个口罩 跟台湾一样 连一个口罩都没有捐给大陆 他说 川普说 伟大的美国人回来了 我们永远不会后退 偏右美国 意思就是 中国就是我的对手国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1月30号的时候说 武汉肺炎可能为美国经济带来意外好处 冷不冷些 吓不吓人 鼓励在中国的美国制造业返回美国 所以很多警察要追查谁是凶手的时候 他怎么找 他就找谁是得利者 我真的没有证据 可是你要 这个 这一个东西是不是人为可能制造出来 现在的人是有能力 现在的科学家有能力 但是不是 我不知道 如果是人制造出来是谁 这个都有机可循 在DNA上面都是有机可循的 我也不知道 那搞不好是谁 黄皮肤的还是白皮肤的 是坏蛋 是怎么样 但是美国表现是这样 可是刚刚讲到731部队 他的国家日本在这一次的新型冠状病毒 他却得到了中国的感谢 华春莹感谢在2月3号的时候说 目前大陆迫切需要口罩 防护服跟护目镜 2月4日的时候 疫情一发生 日本政府就表示 将全力协助中国抗击疫情 一些捐赠给武汉的物资包装箱上面写 山川抑郁 风月同天 启曰 无意 与子同上 这个时候 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来 表示感谢跟赞赏日本人 这一次实在是表现得很好 然后日本有小学给学生的家长写信 学校小学有给学生这样写信 说这一次的新型冠状病毒 你要教育你的孩子们 不要带着恶意去讨论武汉的疫情 不要取笑 不要嘲笑 不要排斥中国的孩子或怎么样 意思是这样子 人家是这样在教育的 那我们呢 台湾呢 美国呢 对比川普的嘴脸呢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冷血无情呢 这个就是寄到中国的 寄到大佬 上面写加油中国 山川抑郁 风月同天 这个来源是唐代的时候见真和尚 他东渡日本去传佛法的一句 然后从长屋或者长屋亲王 向唐朝高僧大德布施的袈裟上面的袖子 山川抑郁 风月同天 我们是不同的 我们是不同的国家 我们相隔千万里都没有关系 但是风啊 月啊 我们想着这同样的天空 就是说我们同为人子 我们都是同类 所以我们应该互相爱 然后另外呢 日本人还会用诗经 秦峰 吴依 是秦国人 因为秦国人那时候打仗嘛 启月无异 与子同则 亡于心事修我毛挤 与子协作 我们一起做 启月无异 与子同上 亡于心事修我甲兵 与子协行 所以是同袍 是同胞 所以 中国有一句话叫 李师求朱也 其实你回去看这个中国很多周边的国家 它其实保存了很完整的中华文化 有人说你想看宋朝到日本去 你想看明朝到韩国去 都可以看得到 可是我必须要承认 我觉得这一次日本的国民外交做得真的非常好 但我本来认为这应该是台湾该做的事情 台湾是同胞啊 你是真的同胞 而且就算你要搞台湾国好 你不是想说我们是兄弟之邦吗 你兄我弟嘛 对不对 那兄弟之邦 人家不是兄弟之邦 都可以做到这个程度 为什么你做不到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啊 我觉得这一次 日本我想在大陆的形象 就是非常翻转 而且它又非常廉价 非常便宜 然后非常 这都是民间捐赠的物资 为什么没有多少钱 对 可是他让受苦的人知道说 你把我当人看 然后你真的为我好 真的假的不知道 可是台湾连表演都不表演啊 表演成你灭人性的样子吗 我觉得这一次有两个地方 会在大陆人的印象中非常非常坏 一个是台湾 一个就是香港 尤其我觉得香港 这次表现出了最坏最坏的一面 就是他们那些医护居然罢工 说我们不要去上班 因为你要去我们去救这个 除非你把跟大陆的所有口案全部关闭 否则我们不上班 人家我们讲说 老师要叫有交无类 就是说任何一种学生我都要交 医者应该是有救无类才对 你怎么会去分 还说我要罢工呢 所以我觉得香港跟台湾 是做了最坏最坏的示范 而我讲句实在 民南语有一句话 厉害没有六倍的故 你现在很厉害 看到人家落魄了 觉得自己很嚣张 甚至有一个满身刺青肌肉的网红 来说我跟你们讲 中国大陆这次疫情之后 没有十年起不来的 听到了 我们中国一定要起来 不能够让台独讲的话成真 他们很嚣张 对不对 苏貞章很嚣张 口罩够了 口罩禁止出口 一片都不给你中国用 怎样 我们台湾 主要口罩主要 使用量是向大陆进口的 比我们生产的还多 怎么样 我只最后说一句话 你最好就赌 他真的起不来 不然我跟你讲 13亿人 当他也开始烦你的时候 你有的受 14亿 现在是14亿 14亿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下一句是 记诸佛祖 共节来源 共节来源 台湾人不是很喜欢讲圆吗 2008年 我在北京参加北京奥运的开幕式 那一首歌是我听过奥运会史上最好听的歌 叫做我和你 唱中文的是大陆歌手刘欢 唱英文的是英国歌手沙拉布莱曼 那一首歌我和你所诉说的情节 就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我们都在一个地球 我们都在一块土地 大家相濡以沫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 以这个情况来讲 我再回到刚刚民众所讲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证实 两位的观点 我们现在口罩日月在生产 每天要生产400万片 对不对 再怎么加工 说要再追追到500万片 可是你知道吗 台湾最大的 口罩制造商的老板 很多人都没有注意 他在昨天公开讲 他说我们的绿 绿网库存量只剩下三个礼拜 什么叫绿网库存量 每一面口罩再怎么简单 都有三层 他第一层跟最里面那一层 中间那一层叫做绿片绿网 如果绿网那个部分缺少的话 那个口罩就叫布口罩 没有用不能防止 没有防疫功能 不能够把飞沫挡住 对而且不能注明叫医疗用的 对 那你知道我们绿网的原料来源是哪里吗 大陆 大陆 所以这个老板就讲说 我们的原料大概台湾的库存量 只剩下三个礼拜 苏贞昌不是很厉害吗 对啊 他不是台湾做吗 然后一片口罩都不可以出去 对所以我特别提出来 你口罩的成品跟原料都来自大陆 没有错 所以我就说哪怕是苏联昌 哪怕是台独分子 哪怕是民党 用这样的态度来对付中国 对付中国大陆 我相信中国大陆 不会把这一原料管制 不让台湾用 那如果管制呢 那如果管制的话 那我觉得这下子就有得仇恨了 两岸对立了 所以我还是要讲啦 还是以人民的生命 两岸人民生命 14亿加2300万人的祸福相依 大家来相濡隐没 哪怕台独分子这样对付中国大陆 没有对付这个大陆同胞 我相信大陆的同胞 或北京的政府 不用这样同样态度 来对付2300万人 尤其如果口罩的原料 用完了之后 需要进口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来看整个情势的发展 我是比较省省乐观 我觉得北京不会 因为北京现在已经有大国的智慧 它现在有强国的智慧 但是 所以它没有必要 那北京要召开一个记者会啊 说即使你苏贞昌 口罩都不肯给我用 其实我也不屑用你的 但是即使你不可以有用 你对我不仁道 我不会对你不义 北京要讲个话吧 我赞成 要让台湾人知道 你用的每一片口罩里面的布 里面的原料 从大陆来 从你瞧不起的 从你厌弃 从你不承认的大陆来的 所以我们会在经过这么生命 祸福相依的生死存亡的 疫情当中 才能够真正感受到 什么叫做两岸一家亲 不是口号 所以我骂孙生昌米灭人性啊 孙生昌你承认吧 你就米灭人性 而且你还蠢 到时候 那些进来的立网 要先隔结14天啊 你接触了人啊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边的酸民 我们这边的巴一基就说 他们卖立网 其实他们也有利润啊 他们是为了赚钱啊 他们也不是要救你啊 哎呀你学的好像啊 我觉得已经看到我的 在骂我的那些酸民啊 是就是这样 而且他们讲 黄志贤你不是中医博士吗 你如果不去武汉救他们 我没有医生 我没有医生资格啊 他们酸民一定会用这个 他们想的方式 我们都已经很了解你用了 但是你知道 为什么叫山川异议 叫风月同天 其实见真和尚 明阳 东阳 各国很多人很敬仰 因为有道高生嘛 日本人一直要请他去 那他也在游移 因为以前哦 你要去一定要坐船 风浪很大很危险 很远很休息 那他的学生也希望你不要去 那日本人就写这个给他 就说祭诸佛祖是寄给 建真哦 然后你来 来跟我们结言 来教化我们比较落后的日本 他是这样 所以日本过去派很多 和尚来取经 遣唐使来 学中华文化 他是有这样 所以建真和尚他非常感动 你现在如果到浙江绍兴那一带 有很多他的记忆 就这个人了不起 他愿意去 那你可以看到了 人家是 为了学中华文化 是用这么这样的心情 这样积极的动作来 然后你刚讲 前一生之间那个人就叫馆长 我一向看不起他 他有三家健身馆 第一家叫陈吉思汗 第二家叫铁布森 第三家叫忽必烈 三个中国皇帝的名字 他是每天抱着中国皇帝的名字 在赚钱你知道吗 然后每天说 哇好像自己多么勇敢 都了不起就让人家看不起 你知道这一次总统大选 选完了以后 他先呛基隆 他说你们基隆 选前总统大选之前 你们答应要给我2000平 给我开健身馆 为什么选后 你们态度马上不一样 基隆市长林又昌 林又昌代理过民进党主席 他说没有这回事啊 然后他就说有 你不相信你浪子弹灰 林又昌只好发声明说我根本不认识你 我连见过你都没有 然后外面不管谁跟你讲什么 没有人能够代表我林又昌 你可以看到馆长灰头突然 可是灰头突然是怎么样 他认为说我帮你们写几写凌 我应该来收割啊 好处就是200平 2000平给我开健身馆啊 2000平的利益多大 所以他就可以用 我在网路上面 骂大陆 然后帮你民进党 然后打选战 然后搞台独 好像我很正义 但是呢 其实我就可以捞好处 是而且他对外的收割是怎么样 他说基隆这么大有这么多人口 只有一家外商开的健身馆 没有本土的 哦 哦 台湾人尊严来的 所以他是用这个做收割 所以你要 你一定要支持这个台独的人 才是台湾人的尊严 是 所以那时候蔡振元 跟他吐槽嘛 所以你那个网红 你也是跟大陆那家签约 你收了五百万啊 那时候就被人家吐槽 被吐槽以后就更恨中共 更恨国民党 更恨王志贤这些人 那就是变成这样 所以你在台湾 看这些东西就变成很多东西 很政治啦 那我讲哦 其实你如果说全世界大家来看 日本人 崇尚中华文化 从过去到现在 日本 他希望跟中国大陆有更和解 因为他过去挑动了八年的抗战嘛 那他杀害很多中国人 他 有很多人希望有更多和解 所以他们今年邀习近平 春天 拜访日本 十几年没有大陆的领导人去 那他们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讲很重要 可是刚好现在 中国大陆发生了这个武汉 的肺炎这个灾难 就是说到时候能不能成行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不晓得那时候的情况 你如果到春天 然后这个病情没有 比较缓和 你领导人还去出国房会被骂的啦 所以我觉得说 现在大家 来看哦 就是你要用比较蓬欢的 日本在这次 为什么大家 对他有这么多的掌声 就觉得说 你是自己虽然有很多病患 可是你还在帮助别人 那这个心胸就跟过去我们了解的 很多人不一样 那台湾是在整个武汉疫苗事件里面 最被扣分的 每天小鼻子小眼睛 幸灾乐后 然后每天还讲一些刺激的话 那 变得让人家看破手脚了